很久没有拍视频了 应该反省一下我为什么每次都要讲这句话 本来说的是八月份要更两到三个 但是目前为止看应该就这一个了 那么今天的视频主题呢 是我2020上半年用到的一些比较喜欢的 可以有效提升生活幸福感的一些生活小物吧 首先先来介绍我今年夏天很喜欢用的一个包 就是这个这个Chanel的流浪双肩包 它是小号 推荐它就是因为真的今年夏天用的包里面 这个当属是第一名 使用频率特别高 我一般是比较喜欢单肩背 就这样 双肩这样看的话就蛮乖 这个链条还蛮长的 所以冬天配一个厚一点的大衣啊 风衣什么的 完全没有问题 看珍妮在IG上面发的 就是穿大衣的时候会背他 比如说我现在往里面放东西的话 这个是拉文克劳的一个收纳袋 然后里面有免洗洗手液啊 手帕纸啊 口红什么的 塞进去 一瓶水 然后疫情期间必备的口罩 还有路上听歌用的耳机 AirPods放进去 现在这个包只有差不多二分之一是满的 还有很多很多空间 里面空间超级大 比较一下其他包包的容量 Chloe的肺大号 看上去很大吧 这个包的侧面就薄的和纸一样 所以说他其实什么都装不下 就刚刚装的收纳袋啊 水还有耳机这三样 他应该只能装得下耳机 就不掩饰了 然后这是一个中号的部位 这个相对来讲 是Sanel里面Bizal能装的一款 其实 但是他完全没有小号的双肩包能装 首先矿泉水他就塞不进去 单塞收纳袋 口罩还有耳机进去的话还行 他的容量相对来讲在小包里面算最大的 此外如果要说缺点的话 就是白色还是蛮容易染色的 然后这种细链条 他没有宽肩带舒适 然后再要说的是我今年夏天 利用率最高的一双鞋 我特别喜欢他这个配色上面 在浅绿上点缀了一点点浅浅的肉粉色 感觉整体就特别软萌 特别可爱 前行提要呢 是我之前大家应该知道 是一个超级超级喜欢买高跟鞋的人 但是今年因为疫情 我一直现在都在家 所以说可能对于鞋的选择 第一要素就变成了轻便 这双鞋就算是我在运动鞋里面穿过的 最舒服最轻便的那种 然后你甚至单穿也完全不会觉得个脚 走路时间很长 比如说我和同学去散步什么的 也完全不会有感觉 非常非常推荐 然后接下来到了衣服的环节 我已经把它换上了 今年夏天非常火的牌子 Branding Mavill 它加了一个紫T 首先是这个面料 就是我最喜欢的那种 又薄又软 可以当是衣裳的面料 它也不是很容易皱的那种材质 不会说实际上 现在很多T恤 它做的会有一点硬 然后面料先后就其实挺不透气 挺不适合夏天穿的 因为我本身体型太瘦了嘛 所以我还是比较想掩盖一下缺点 然后呢这个T恤它的版型就会非常好的 可能是掩耳盗铃的掩盖了我过瘦的这个事实 或者是我自己以为掩盖了这个事实吧 我个人觉得这个颜色一点都不显黑 因为我本身虽然皮肤蛮白 但是那种线黄的白 就是黄的蛮厉害的 但是呢其实黄色和紫色是对比色嘛 所以说这个T恤一上升就感觉 好温柔好少女好好看 一点都不会显黑 我发誓绝对不会显黑 不过现在夏天都要过去了 入手会不会有一点点晚 但它当内搭也挺好看 就给大家讲我另外一个 今年夏天特别特别喜欢的单品 就是一件卫衣外套 我特别生气 上次回姥姥家的时候 把袖口上面沾到牛奶了 这个外套我今年夏天也是穿着力特别高 因为你总要去商场或者是咖啡店 写东西啊就会很冷 然后穿一个外套就比较保暖 这里有一个小天使 大家看这一身打起来是不是就挺好看 是不是很像高中生呀 它下面整体都是包臀的 背衣会稍微短一点 我觉得这个白色外套现在是可以买的 我就是在官网买的 大家之前问说Brandy在哪里买 就是官网就可以买 然后就有中国官网就可以进去买了 它的实体店在上海 然后会顺风送到你家 接下来就是穿搭之后 就来讲一些平时生活中小物这些东西吧 第一个是要说一个牙膏 这个是日本一个牌子 Apple Guard 大家如果看我的微博的话 就会知道我每年夏天都在尝试不同的牙膏 它价格是128 但是用起来感觉还不错 就是贵有贵的道理那种 它是一款主打修复美白的药用牙膏 有MHAP的专利成分 帮助牙齿去斑啊美白啊 修护填补这些 我觉得特别好的一点是 它不会像超市里面普通牙膏那种 刷到嘴里面就有的人受不了 就特别薄荷感很重 会拉到口腔 这个就会比较温和 然后起泡能力也OK 刷完之后整个口腔里面那种 洁净清凉的感觉会维持很长时间 然后大家之前跟我讲说 我牙齿癌啊发齿好什么的 其实都是上大学后 自己后天慢慢养成的 是用说女孩子变美真的太难了 就各种小细节都要注意到 牙齿美白 我个人是觉得用这种 会比你去医院做冷光美白要好一点 它这个牙膏的专业成分 有医学美白的临床实验认证 但是医院里面那种就不太好数 欠缺一点安全性 此外这个牙膏 它上面有写那个 蝉联的日本cosme大赏三年冠军 然后在当地的连锁药妆店 苏本清这些的随处可见 就日本还是蛮火的 所以比较推荐大家入这个 接下来要说的 也是一个超级使用 每天都在用的东西 这个是电子蚊香叶 我买的是那种婴儿可以用的 这个使用特别简单 这是一个加热器头 然后这个是替换妆 就是你把它插在那个 家里面的插座上就这样 板上就一直插着 这样蚊子就不会过来找你了 这个长得还蛮可爱的 像个小鲸鱼一样 一个加热器头 加上三罐这个液体 是三十多块钱 这么一瓶能用特别特别久 然后也确实是很有效果 不是今年夏天看到一个博主推荐 才知道电子蚊香叶 我觉得比什么六神啊 还有那种传统的蚊香 要好用很多 然后呢 要说的是我之前 是不是你妈讲过的 就是葡萄软糖的发夹 这个我买的特别特别多 它好便宜的 这个是17块9 然后有7支 我之前还买过三支 一共10支 各种颜色都有 我把它放在一个 这种小的收纳盒里 我给他们每个不一样的颜色 都起了不同的名字 比如这个浅粉色的 我就叫它樱花软糖 然后头上紫色的 我叫它葡萄软糖 然后蓝色的 我就叫它蓝莓软糖 就当天穿不同色系的衣服的话 你就可以根据当天穿的 颜色的风格搭配一个 今天我穿白色的 我就挑了一个特别的紫色的 接下来就是香水 也是我生活中一个 必不可少的东西 我在睡觉前喷 然后出门前 在衣服上也会喷 然后在头发上 有的时候洗碗头也会喷 我最喜欢的就是 很多人说是街香 包括他们玩香水 玩得深一点的人 都会稍微有一点点 处在笔事链底端的 一个沙龙香牌子 这是众所周知的祖马龙 这个我有6皮 还是有5皮 但我现在随身这边 待在家里面就3皮 有桃花与蜂蜜 怎么说呢 有一点点傻白甜的感觉 就是非常非常单纯的 那种甜甜的蜂蜜 加水蜜桃味 然后有一点点花香 这个海盐会相对来讲中性一点 比较适合有少年感的男生喷 然后也比较适合 女生夏天喷 非常清新的一个味道 有一点点像洗茶店里的味道 这一款的香味 我觉得有一点点像果酒 对就是酒味 就是发酵的梨子 然后加酒味 它会比刚刚那个油桃花与蜂蜜 要成熟很多 我第一次知道这个 是之前拉二的时候 在高院实习 然后坐我对面的法官阿姨 就喷了一个香水 我还觉得蛮特别的 然后实习结束的时候 我就没有忍住去问他说你喷了什么香水 他就跟我说是祖马龙的英国粒 然后要讲的是一大笔 我有用过好多好多款大热的米粉笔 但是绝对没有一款可以跟它媲美 它的粉质非常非常细 对于我这种脸上可能会有一点点 逼口和凹凸不平的人来说 我就蛮在意这种米粉笔的粉质粗还是细的 KVD那个跟它比就粉有点太粗了 所以说它粉系直接带来的优势就是在上脸几乎没有粉感 然后很自然 柔胶效果也特别好 此外我用绝大多数的米粉笔 因为我皮肤太干了 都会有一点暴皮 但是用这款也不会 所以说干皮的姐妹可以放心大胆的买 唯一的问题是太贵了 这一块要1000块钱 然后变鞋妆是600多块钱 真的好贵 我会好好使用的 最后就是夏天必不可少的 我平时最喜欢做一件事就是听歌 听歌的话呢我觉得夏天最适合听电影了 我本人就很喜欢听电子 然后沙发音乐 分裂音乐这种 有机会的话好像去学架子歌 但是马上又要找工作了 明年就要毕业了 感觉现在当务之急 还是先把正事都做完 然后之后等到工作了 我还挺想再发展发展一些个人爱好什么的 这也是今年更视频可能会更的比较少的一个原因 就是真的在我一年就要去工作 有一点点那种 人生进入到不同阶段的一种焦虑感 不知道大家懂不懂 唉 那么放出来一起听吧 我很喜欢一首歌叫Pretend 好啦这期视频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等9月份秋天的时候再见吧 最后就是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记得给我三年哦 现在夏天真的很肉 我坐在这里就浑身都在冒汗 我要去看一下空调 那么晚安 zieнул肥也是 这是 是 不是 ?